一人DICE跟24年前的旧爱韩团酷龙成员 巨俊叶闪婚 现在有网友就拿巨俊叶跟DICE前夫汪小飞相比 列出了巨俊叶不仅能够接受DICE婚后不生小孩是真爱 还对搭档有情有义因此认为绝对是好人 一共有三大优点完胜汪小飞 尽管两人甜蜜闪婚 但是双方身价相差悬殊 还有一些个性的问题恐怕也会让两个人婚后的生活 面临一些磨合的考验 回顾24年前当年韩团酷龙成员巨俊叶来台 上DICE的节目DICE对南方的好感表露无遗 如今两人再续情缘结为夫妻 有人好奇会不会有语言隔阂 据传DICE过去曾因演出了偶像剧要进军南韩 特地起来韩文翻译上课 结果发现DICE的韩文程度已经有七八成 因此双方沟通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只是在迎接浪漫闲婚生活前 恐怕有不少考验等着他们 过去南方曾因搭档将原来车祸瘫痪 无法再唱跳 人气跟着走瞎坡 聚军业一度在两瓶大的地面卖女装 后来转战DJ出入各大夜店 还被警方误认和毒品有关 多次被要求检验 索性都是隐性 后来还曾和妈妈上市进节目 过去DICE的剥虾理论 一定要另一半剥虾才肯吃 对照聚军业要妈妈挑鱼刺 未来两个人相处 外界认为恐怕得再磨合 就连两人财力也被拿来比较 外传南方身价大约是4200万 还坐拥一栋7000多万的房子 女方至少拥有6亿元的豪宅 至于DICE的前夫汪小飞 身价则有115亿元 现在更有网友列出聚军业的三大优点 完胜汪小飞 像是能接受DICE婚后不生小孩就是真爱 52岁还能维持这样的容貌超厉害 加上对团圆搭档有情有义 绝对是好人 就在DICE宣布闪婚的前一天 前任婆婆张岚在直播时还喊话 很想她 我也想念呢宝贝 不是叫想念啊 兰姐这个只有一个 张岚黯淡的表情一度引起网友讨论 而汪小飞则是不愿对外做出回应 接下来DICE的婚后生活 也势必成为粉丝 关注焦点 记者纵道